虎口高中的毕业纪念册 家长执意封面印错了 其中英文也出现两个版本 家长还说 不仅有十几位老师大头照没被放上去 还有人名字被打错 甚至只有头衔没有名字 同一页的生活花絮 也出现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 家长怒控学生花钱买毕业纪念册 一本要价七八百元 本来就不便宜 原本是医生的回忆 没想到却错误百出 家长反应之后 消防一度还不打算重新印制 把责任全推到厂商身上 消防表示 因为毕业生赶着拿到毕业纪念册签名留言 才会还没验收就发放 现在已决定全面回收 会一一改正错误 完成验收后才会重新发放 TVBS新闻陈世民新竹报道